她是复旦大学的女博士 不仅同时和四个博士谈恋爱 而且每个男朋友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一号男友主要负责规划她的行程 二号男友主要负责她日常的开销 三号男友主要负责她的精神需求 四号男友不仅帮她撰写论文 甚至抛弃妻子 她一句轻飘飘的不爱了分手吧 就让复旦硕倒心甘情愿为她赴死 她究竟有何魅力 能让众人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呢 今天故事的女主角叫李敏 在常人眼中 她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奋斗成功的农村女孩 而为她亲生的男朋友 则是复旦大学的硕倒路言 不过在众人的合力抢救下 路言终于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而此时的李敏早已经出国流血 劫后重生的路言 便将李敏的光荣事迹报了出来 原来 路言不仅是复旦大学的硕士生导师 也是专攻糖尿病领域的科研精英 自2006年来到上海后 路言从事糖尿病 非酒精脂肪肝等疾病方面的研究 主持过多项国家急 省不急的课题 还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过多篇SCI论文 路言并不是那种刻板无趣的理工男 在外人眼中 她还是个颇有文艺范儿的科研工作者 路言平时喜欢研读古典文化 经常在朋友圈里秀几篇自创的诗词 虽不是字字珠奇 倒也颇有文采 像这样的青年才俊 在上海这座城市 生活境遇自然不会差 路言遇到李敏时 她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李敏虽然长相普通但青春洋溢 并且对待学术很严谨 路言因此很快注意到了充满活力的李敏 两人认识不久后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路言也和李敏说起了自己的家庭 路言告诉李敏自己虽然结婚 可过得并不幸福 他的妻子是徒生徒长的上海人 家境颇为优渥 一直都有着大小节的脾气 总是很强势的高人一等 而家里的长辈也都偏袒妻子 这让路言过得很压抑 此时的李敏 时常表现出对路言的崇拜 这让路言在心理上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几次短暂的来往后 两人便正式的在一起了 虽然是不为人知的地下恋 但路言还是像初次谈恋爱的小男生一样 为李敏准备各种惊喜送他花给他买礼物 此外为了便于私会不被发现 用情至深的路言 还将自己另一处房子的钥匙送给了李敏 在学术方面 路言也给了李敏很多帮助 基本承包了他全部的论文 项目 路言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却不知道他只是进入了李敏的圈套 他所看到的温柔 善解人意 青春朝气 不过都是李敏头其所好罢了 李敏1992年出生在湖北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祖祖辈辈都是勤勤恳恳的庄稼人 和上个世纪的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 自从懂事起 李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 由于李敏从小吃的便是青菜拌豆腐 住的是用泥土夯住出来的房子 因此稍微长大以后的李敏在内心便有了好好学习以后可以脱贫的想法 所以不管李敏每天要做多少农活 他也没有把学习落下 李敏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 他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这座大山 李敏的父母也经常鼓励他努力学习 李敏也不负众望的 在班里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初中读完 李敏顺利考上了高中 在高中李敏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他的老师也说 李敏只要心态保持好 正常发挥考个985不在话下 父母和老师都寄希望于李敏 李敏也卯足了近学习 然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敏压力太大太紧张的原因 在高考前一天晚上 李敏发了高烧 那晚李敏吃完药就回房间睡觉了 他心想睡一觉说不定就好了 可谁知第二天烧还是没退 李敏只能顶着 晕呼呼的脑袋进了考场 由于身体状况不好 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次考试 出考场后 李敏预感到语文数学都考得很不理想 果然 待成绩公布后 他发现自己只能被研编大学的医学专业录取 这样一所位于东北边陲的211大学 与他理想中的高等学府相差太多了 于是他告诉父母自己想要复读 但父母很是不解 在父母眼里 研编大学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办法李敏只好来到研编大学 开始了自己大学四年的生活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能考上一所211大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是李敏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未来想要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 就是考上一所985名校 这突如其来的遭遇 打乱了李敏的所有计划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 李敏开始对生活充满了怨气 看着同学们被新一大学录取后兴奋的神情 他心里满是不爽 每到晚上李敏躺在床上 都会回想起来 自己寒窗苦读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生活 他不由地从心底生出一阵阵忧怨 但他没有将这些怨气表现出来 只是将怨气转化为动力 比之前更努力学习 四年本科期间 李敏过得异常充实 每天往返于教室 宿舍 食堂这三点一线 也有男同学向他示好 可都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那时的李敏根本无心谈及这些 他只想凭自己的努力 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李敏大四那年 他终于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 保送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研究生 就是这么一个为自己梦想而舍弃情爱的学生 又是为何让四名博士为他倾心的呢 刚来到上海交大 李敏也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但很快李敏就发现 自己和身边同学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李敏接触到的大部分同学 不仅学习好 还有着良好的家境 李敏听着同学们聊起各自的院长父亲 副总妈妈 带自己出国旅游的经历时 不免有些心酸嫉妒 这些话语 对李敏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打击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 整天放牛喂猪 李敏只能沉默不语 作为一名小镇做题家 李敏感觉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 尤其是英语一直都是他的强项 可从湖北的山沟沟 考入东北的边陲之地 二十几年来 他很少有与外国人进行口语交流的机会 而他的那些本地同学们 从幼儿园就被父母带去外滩 学着和外国人打招呼 更何况他们大多都经历过 外语私教般的训练 早就练就了一口 发音纯正丝滑流畅的英语口语 和他们比起来 李敏引以为傲的英语 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哑巴是英语 那一刻 李敏忽然发现 这种因为地域经济发展不均导致的劣势 是无论花费多少努力都不可能弥补的 在这个人才积极的大都市 最不缺乏的就是学历 出类拔萃的天才比比皆是 慢慢的李敏再次出现了担忧和焦虑 不久后 李敏的内心就有了通过交男朋友而脱贫的想法 毕竟只要有了男朋友的帮衬 他不仅可以快速脱贫 而且在学习方面也会有巨大的帮助 因此他便想在大学校园里 物色一位既有钱又是学霸的男朋友 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氛围很浓 每年都会接到上级部门派发下来的科研项目 而这些项目大多是由在读硕士和博士合作完成的 正是这一契机 李敏结识了年长自己五岁的陆延 李敏提前打听得知陆延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在一群理科男中也算比较幽默风趣的人 陆延虽然已婚 但年收入过百万 名下有好几处房产 这似乎与李敏挑选男友的条件不谋而合 尽管李敏知道陆延已经娶妻生子 但为了快速脱贫与顺利毕业 李敏还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自此以后 李敏开始注重起装扮来 她自知自己的外貌并不出众 不过甚在年轻有活力 她只需穿的青春阳光一点 就足以引起陆延的关注 毕竟陆延除了每天的科研之外 也没有时间接触女生 随着项目的合作与交流 陆延与李敏也逐渐熟络起来 正如李敏所料 陆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青春活泼的女孩 成功让陆延爱上自己后 李敏做起了贴心女友 把陆延迷的送包送车还送论文 在陆延的指点下 李敏的学术能力得以突飞猛进 此前寂寂无名的她 连续在国内知名的期刊上 发表了多篇论文 这令她的同学们惊叹不已 棒上陆延这尊学术大神后 李敏彻底放飞自我了 遇到学术上的问题 她直接交给陆延 而为了讨小女友的欢心 陆延也乐此不疲 甚至连李敏的硕士毕业论文 她都全盘带写了 在陆延的神助攻下 李敏顺利拿到了交通大学硕士学位 恰巧这时 陆延也被复旦大学中山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录取 李敏心想 男朋友专业能力这么强 自己不如再读过博士 刚好男朋友还能帮衬 于是有了陆延这块敲门砖 2017年 李敏成功进入复旦大学 攻读医学专业 陆延的付出 让李敏感受到了 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满足感 李敏读博后 也遇到了更多有背景的人 接着在复旦大学读博期间 李敏又为自己物色了三名男友 而这三名男友对李敏尔严格有格的用处 甚至李敏还为他们安排了不一样的工作 第一名男友是院长的学生 因为对行政很熟 所以他主要负责李敏的流程性工作 譬如公费出国申请等 第二名男友是副院长的学生 也是个富二代 主要负责李敏日常的开销的花费 第三名男友是长相帅气的师兄 主要负责他的精神需求 日常陪他谈谈恋爱 对于这几个沉迷科学的男博士 李敏将时间管理和疫情故纵的 把戏玩得非常娴熟 他先单独约见这几人 分别向对方传达爱慕之心 然后再故意疏远他们 带几名博士被迷得七婚八素 疯狂追求他时 他在趁机向每个人提出 谈恋爱可以 但不能告诉别人 得注意影响的要求 如此一来 李敏便牢牢地掌控了 每个男友的状态 而对于陆言 李敏也没有就此放手 在两人恋爱纪念日的时候 李敏甚至提出 让陆言帮他写五篇SCI论文 作为纪念礼物 在爱情的激励下 陆言再度发挥学霸本色 全身心地投入到 撰写SCI论文中 就这样 一年多的时间里 陆言先后给李敏提供了 五篇SCI论文 李敏也因此成功拿到了 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 原来这一切都在 李敏的掌控中 他拿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后 就以距离为借口 向四个男友提出分手 其中三人虽心有不甘 可也只得默认了这个结果 但陆言就不一样了 他为了与李敏 永远在一起白头偕老 向自己的妻子提出了离婚 当陆言拿着离婚证 找到李敏 想要与他结婚的时候 李敏却告诉他 不爱了分手吧 不知是被感情伤得太深 还是对李敏付出的感情太过沉重 32岁的陆言彻底绝望了 2019年7月24日 陆言生无可恋地发了两条朋友圈 说自己曾经为了李敏得罪了全世界 而李敏却背弃了他们的诺言 接着陆言毫不犹豫地 吞下了一把安眠药 不过幸好陆言的反常举动 很快便被家人与朋友们发现了 最终陆言在被送往医院抢救之后 顺利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这么一闹之后 陆言也在网路上公开了两个人的秘密 李敏脚踏四条船的消息 也随即被曝光于众 李敏看到苗头不对 立马集中手中的人脉关系 去了国外进行科研工作 而陆言虽然被抢救了下来 却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 事情传开后 李敏遭受了许多指指点点 复旦大学也表示会调查此事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复旦大学对于此事再没有发表过任何官方消息 好像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其实尽管有路言的一面之词 复旦也很难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论文不是黎敏的 无法认定自然也就无法处理 名利一直都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 贫穷之人可以通过名利摆脱命运的束缚 为自己争取一片光明的未来 富贵之人可以凭借名利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途 更上一层楼 但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人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 逐渐迷失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那么关于这桩案件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讨论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们下期见